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严肃 感情的事情 你不要有压力 我是认真的 我就是希望你每天都能过得开心 就这么简单 你又干吗去了 怎么才回来 好人做到底 给你放松一点东西 等 你这儿要干吗呀 这叫气氛 气氛懂吗 有一句话说得好 手艺不够 蜡烛来凑 到时候把这灯一关 蜡烛一点 酒一喝 谁还管你菜好不好吃 行 你别闹了你 你不许走啊 这蜡烛都有了 还要我这灯泡干什么 我走了啊 乖乖的 你干吗去 你回了月月 好好享受啊 搞什么呀 我走 颜送 这是我同事张辉 这是颜送 你好 你好 好 秦王 我想起来我家还有点事情 我先走了啊 要不吃完饭再走 不迟了 不迟了 我们的事情啊 明天再说 你先忙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明天见啊 走好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 你有朋友要过来 是我不好 我应该先给你打个招呼的 你做了这么多餐 岳瑜有事 她临时就走了 这些都是她弄的 我还没来得及收拾呢 我 我先去到洗手间 好 四周园 搞什么呀 你这么尴尬 坐 好 岳瑜 来 谢谢你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谢谢你 一直帮我照顾我颜了 来 尝尝吧 不知道好不好吃 来 谢谢 我煮了咖啡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我做的饭肯定没有你做的好吃 不会 很好吃啊 你没看到我刚刚全部都吃光了吗 你不用安慰我啊 请勞 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喜欢我吗 我承认一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我那些 零零碎碎的回忆 你让我觉得很亲切 很幸福 那在你看来 我会不会只是一个替代 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 你让我看到一个 很善良 很坚强 很美丽的严肃 你敢爱敢恨 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活 你绝不是任何人的替代 严肃就是严肃 我喜欢的就是你 其实 我没有你说得那么好 我生活中很笨的 也不会照顾人 这么多年严朗跟着我 也吃了不少苦 不会 我觉得你 把严朗照顾得很好 我想 如果我姐姐在的话 一定不会像我这样 那你姐姐现在在哪儿 她不在了 不好意思 过去很多年前 我一直特别希望 能跟我姐姐团聚 但是没想到 最后等来了一个噩耗 姐姐现在 藏在郊区的墓园里 那所以这么多年 你跟你姐姐 你跟你姐姐 你不在意吗 就没有再见过面 没有 小的说分开以后 就再也没见过了 不过 姐姐在临走之前 给我留下了一份 特别重要的礼物 礼物 你知道吗 你是一个 让人特别放心 特别有安全感 有很多事情 我都会愿意跟你分享 以后如果你有什么 想跟人分享的话 你随时都可以告诉我 严朗是我姐姐的孩子 几年前 是福利院里的人 把她交给了我 那 那严朗她 严朗不知道 就连月宇跟小杰也不知道 你了解他们两个的性格 我之所以不告诉他们 就是不希望严朗知道这件事情 我想让严朗快乐地长大 不希望 她觉得自己是个孤儿 所以你就让所有的人 都认为严朗是你的孩子 对 这样没什么不好啊 最苦的日子 我都扛过来了 我姐姐 不想让严朗认她的爸爸 她恨她 我想 那 我这个姐夫一定对我姐姐 特别不好 当出福利院的人 告诉我以后 我就决定尊重姐姐的意思 所以 这些年 我就一直一个人戴着严朗 所以这么多年来 你就自己一个人 承受那么多的事情 其实 我跟严朗在一起 她给我带来了很多不爱乐 严肃答应我 以后我跟你一起分担 让我照顾你跟严朗吧 你等等我 我有东西给你 严肃答应我 严肃答应你 你不知道 我怎么不去 严肃答应你 露露 想什么呢 不想回国 怎么突然就想回国了 为什么 我想回去 找我十三多年的妹妹 你妹妹 沈露 是我姐姐 我不去收包胎 当然一样了 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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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霧 沈霍 沈霍 你真是呀 還真是呀 是呀 就是呀 我關心呆的 如果我帶你去女後 去年的家 我不是在家 他到底有没有向你求婚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他突然晕倒在客厅 然后我就捡到这个戒指了 然后呢 然后你这谁小杰就来了 这基本上可以说明问题了 说明什么问题 这么明显着吗 他拿着戒指 就是向你求婚的节奏 宋总 答应他吧 不 答应什么呀我 不 很简单啊 你拿着戒指问他 你这是要向我求婚吗 如果是的话我就答应你了 服了你了我 怎么 不可以吗 我又不是你 宋总总 那你问问你自己 如果他没有晕倒的话 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他了 没有如故 没有如故 宋总 如果你喜欢这个男人 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喜欢 你就对待好点 我想回去找我十三多年的妹妹 是我姐姐 我们的双包胎袋一样了 找我十三多年的妹妹 你妹妹 是我姐姐 我不是双包胎袋一样了 当然一样了 怎么 还没人接啊 怎么 还没人接啊 你真是把人的吓到了 连电话都不敢接 什么呀 我是在想 他昨天晕倒了 今天又突然不接电话 我会有什么事吧 你担心他 担心就去找他呀 我上哪儿找他去 跟我走 额 身体真好啊 要不ог rapidement拍个照片吧 准备好了 一 二 三 我姐姐 我想让阎老人他的爸爸 他恨他 我想 我这个姐夫一定对我姐弟肯定不好 怎么样 陈彬子 你这设计太好了 看来你比我和你爸好有出息多了 江叔叔 别被我爸听见 你看看这个 没错 这设计思路绝对是陈彬的手柄 王晨 你马上进来 请问 那个 今天早上我赶着节点 把这些都给交了 你报名的时候 没有写我的名字吧 没有 我留的还是我在公司的联系方式 万一要是真的得奖了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那当然了 请问 真的谢谢你了 过两天我老婆就要生了 我得回去照顾她 那你帮我问候嫂子 多保重 好好 我先走了 喂 好的 你来老张等我 我马上过去 张总 找到了 这份设计图选手的资料 是以张辉的名义递交的 但是经过调查 设计者可能另有其人 另有其人 立刻给我查清楚 越详细越好 好 我懂 完蛋 绝起来 照顾 平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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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派人去查他的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